总决赛第二战,韩德军赢人生重要时刻 CBA官宣,韩德军受重磅惊喜 北京时间5月10日晚,CBA总决赛G2就将打响 首战取胜的辽南兰已经重新夺回了主场优势 对于浙江筹州队来说,今晚的G2不容有失 如果自己的两个主场都保不住 接下来将会北上沈阳客栈辽宁 浙江筹州很有可能被辽南4比0横扫 所以说今晚总决赛的第二战对于浙江筹州队来说非常关键 回顾总决赛首战,毫无疑问赵季伟是辽宁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全场比赛出战43分钟,命中9G3分 狂看全场最高的29分 尤其是第四节最后的两分半钟 赵季伟连续命中2G3分,帮助辽宁队直接带走了比赛胜利 而年仅24岁的张振林贡献了13分,10个篮板,14助攻的三双数据 成为了总决赛中首位拿下三双数据的繁土球员 本赛季是张振林加盟辽宁队的第三个赛季 全部打进总决赛 初衷的身体天赋,极具观赏性的打球风格 让张振林收获了众多球员的喜爱 成为目前辽宁队不可或缺的封线主力 而在总决赛首战结束之后 很多球迷都认为赵季伟和张振林二人 应该会是赵季伟赛MVP的最有力争夺者 然而CB联盟根据技术统计 计算指标得分之后 赵季伟和张振林均没有排名首位 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而通过计算 辽宁队队长内线核心韩带军指标得分为 22.5分领跑总决赛MVP榜 赵季伟以22分位居次席 张振林19分排名辽宁队的第三位 浙江筹路队方面 万元赖特以19.8分排名第一 程帅鹏16.8分排名第二 刘泽伊10.1分位列第三 根据规则 总决赛MVP将办法给总冠军球队 指标得分最高的球员 目前韩带军暂列第一位 不得不说CBA权威发布的这个消息 给韩带军带来了重磅惊喜 也是对老健韩带军心情付出的最大回报 总决赛首战 韩带军首发出战31分钟 砍下20加11的两双数据 为辽宁队拿下首场胜利 做出了极大贡献 很多球迷都发现 从半军赛第五场 军战广煞和总军赛首战 正将仇周 韩带军在攻防脸端的作用 一度让球迷看到了 其巅峰时期的影子 2007-2008赛季 韩带军随辽宁队 开启了CBA职业生涯 而对韩带军本人来说是幸运的 在加盟两个个的首个赛季 球队就时隔9年 再次打进总军赛 虽然最终总军赛中 1-4不敌广东队区区亚军 但是对当时 20岁出头的韩带军来说 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 之后韩带军逐渐成为了 辽南兰的主力内线 在7年之后 韩带军以主力队员的身份 帮助辽南兰重新杀回主军赛 而当所有人都认为 辽南兰在当时 会夺取队史的首个总国军的时候 陈奈受到了当时 马不利率领的北京首纲 顽强阻击 最终辽南在多重因素的参杂之下 隐恨落败 再次去居亚军 然而一年之后 韩带军率队 再次站在了总军赛的舞台上 面对当时 三万元作战的四川队 辽南队依旧是夺冠大热门 不过这一次 辽南又受到了场外因素的影响 韩带军第三次 德级总军赛 显得落寞而悲伤 直到韩带军加盟辽南兰 十个赛季之后 终于帮助辽南兰 夺取了首个CBA总冠军 三十而立的韩带军 完成了曾经对妻子取下的承诺 辽南夺冠之后 举办婚礼 韩带军也从当年 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队员 成长为了辽南当之务库的核心 本次是韩带军个人 代表辽南征战的 第八次总决赛经历 而5月10日 正好是韩带军 三十六周岁的生日 通过首章的表现 大韩向所有人证明 他依旧宝刀未老 依旧可以为 他所热爱的家乡球队 做出贡献 最后向大韩致敬 祝福他 三十六岁生日快乐